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在温哥华西区的项目 这次不是Along Candy 而是高一点 北边一点 比较靠近海边的地址 我们的地址是四階 四階隔着麦当势的这个桌子 名字叫做Kitts Block 会在一个五层楼高 但其实居住是四楼 五楼是桌上的 一个确实建筑 亦是一个充满建筑 它主要的卖点是很近海边 所以去到差不多三楼或四楼以上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山景和很漂亮的水景 它的周边生活设施也很方便 四階属于比较繁忙或者多野的街 在它旁边这些绿色的位置 其实全部都是购物店 旁边这个将来回起 而最近的Safe on Food和Hole Food 都会是walking distance可以走过去 而这些蓝蓝色的 这些全部都有restaurant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 它walking distance附近 就算不开车 都可以解决到你的生活需要 将来Sky Train 应该有机会 expand出去 一路去到UBC 就会在这个位置 Aduvada Station 好了 我们现在看了大概地理位置之后 和大家很快看一看建设计 model Kiss Block是一个五层楼高的建设 它是确实石屎楼 这里是McDonald Street 南北向 这边是四階东西向 底层是不会卖来住宅的 因为底层都主要是商铺为主 发展商暂时它计划 将来应该会将商铺出租给 都是超级市场、餐厅、dental、药房 这一类的生活便利的设施 方便大家 由二楼、三楼、四楼 这三层都是不同的住宅单位 今次这个楼盘的资料 其实都很简单 大家很容易记得到 这边是向南的 主要都会是小单位 包括这些one bedroom 室内部和室内部都会在这一层 然后后面向北边 会有海景、山景 会是大单位为主 大部分这边都会是两房单位 大部分都是八百多尺 刚才说前面一房单位的价位 大家都预约九十万左右 两房单位大约八三万左右 后面这边是内街 入住都会是独栏屋 这样向后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到 漂亮的山景、海景 我相信店都要是三楼、四楼 四楼会更加漂亮 因为大部分旧的独立屋 可能都是两层高 如果大家想住一房 但是又想看到三景的话 后面只有两套一房 等一下再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是买四楼的话 其实已经是penthouse level 某些大单位 就会有它私家的 Rooftop Patio Garden 其中有一套 这一套不是属于任何单位 就是一个普通地区 大家如果住在这个屋里 都可以上来欣赏风景 或者有朋友回来BBQ 一个比较简单的屋 区所设施都不是很多 除了Rooftop之外 二楼还会有健康 小小的屋里 大概是这样的 好了 现在和大家看的是 一个D6的两房示范单位 室内面积875呎左右 根据不同的积 有不同尺寸的露台 其实这个单位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 建设模式向北边 所以它在二楼有个大平台 大家如果买二楼的话 就会很大个室外空间 如果买三楼四楼 就小一点的 200尺 室内面积的话 就870尺 都是一个 大家可能看到我的片 都知道 我特别喜欢这些积 门口进去没有浪费位 然后这一套是主人房空间 是五件套 我们等一下进去看看 然后还有个小房 然后也很近洗手间 我们现在就进来参观一下 在这个建设模式里面 如果大家买的是四楼 Pent House Level 全部都会是9尺楼底 如果在三楼、二楼的单位 就8尺半楼底 大家现在看到 这个是两房的积极 包了一个Island 整个Island 加上Integrated Table 它有包括这一张桌 它都是Quartz 和上面Island的材料一样 有一个Waterfall 这里再有attached table 这边还有一个椅子 这个我写了是包了的 整套给大家的 好了 我们来参观一下整个厨房 这个门口进来 这个积极 门口进来 会有一个衣柜 或者叫pantry 然后这边 就是有一个雪柜 现在这个两房雪柜 的尺寸是30寸的 牌子是MILLA 整个楼盘所有的电器package 除了洗衣机、干衣机 是Bloomberg BiBolo 是Panasonic之外 其他电器焗爐、楼头、雪柜 和Dishwasher 都是MILLA 上面一格 下面有两个冰柜 下面有两个冰柜 然后这边 还多了一个Display Shelfing 大家可以放一些很帥的东西 或者放一些很就手 拿到的柴马油盐 上面开始是不同的储物空间 这个阔度都挺高 觉得挺舒服 然后下面大部分的柜底 都做了LED灯条 这里是储物空间 这里是储物空间 这里可以放一些 这个是Open Shelfing 这里是储物空间 然后来到这边 抽油烟机 MILLA 四个Gas楼头 30寸都是MILLA 下面的大焗炉都是MILLA 整个桌面 和刚才Island一样 是Quartz石鹰 然后这里也是Back Splash 我硬件分了两块 中间一条很小的房间 也有电锅 分开两个Sink 下面的空间 它会有酒柜 这个是Optional Upgrade 不是每一个单位都有 如果大家有兴趣 查询清楚 买单位有没有 需要什么加钱 这个是转角位的空间 这边是洗手盆底的Space 洗碗碟机放在这里 都是MILLA牌子 然后旁边有个可以拉开的柜桶空间 下面一格大的 上面两格小的 这边还有一些空间 所以整个厨房 L-shape都很多东西放 然后微波炉这边都是储物空间 下面再有柜桶 OK 我们看了厨房空间 这个积架 厨房对着这里 就已经有一个洗手间 那我们来参观一下洗手间的设定 这边有个Medicine Cabinet 也挺大的 挺大的 OK 然后旁边有个Display Shelfing 那这里整座东西 它是圆吊式的 下面没有脚的 这一块是Quartz 旁边也铺了Quartz的挡水 有电锅 下面的柜桶空间 给大家看看 然后这个洗手间 我留意到的特色 就是整个洗手间都铺砖 这一面墙上面门框位 这一面不碰水的墙 后面都有全部铺砖 那些砖的尺寸 是一尺成两尺 然后这个是Shower Store 毛框玻璃 加一道的玻璃门 这边又装了一个Rain Hat 还有一个可以拔下来 调节高度的水龙头花灑头 这个是浴缸 地下也有铺砖 地砖和长砖的颜色是不同的 但混合得挺漂亮的 配上一些贵的颜色 然后我们继续看了 刚才看了厨房 饭厅空间 这边一路进来就是客厅空间 足够放到L-shaped转角梳化 然后有sliding door 如果这个即是有露台的话 这边就是出去露台 也有下面或者上面可以开的窗 然后我们看看这边房间的空间 这是第二层房 所以大家如果去洗手间 就去到刚才那个 房间空间 现在是单人床 加上书桌 我目测都会足够放到双人床 窗在那里 这边是双门衣柜 包含了这些收拾 unit 大家可以看看 接着我们去看看主人房的空间 主人房的话 房间空间会比刚才更大一点的感觉 就长一点 这一张是Queen Size床 两边有比较阔的床头柜 还有位置 所以放在King Size床都没问题 这边是大玻璃窗 两格小的 上面是可以开的 这边就没有了 这边是长壁 好 我们看看 这边走进来 就是走廊位 两边的衣柜 它里面的Shelfing Unit 是这样包了给大家的 这边有点不同 它拿上手都重的 是实心门 然后洗手间的话 这个积极主人房 可以做到五层 走进来 它会有感觉灯 下面那一层灯会自己穿 也是整个洗手间铺砖 有Portlight 这边有两个大的Medicine cabinet 旁边也还有 可以随手拿东西的Display柜 毛巾架位 所有的灯制在这里 感觉灯在这里 然后长的桌面空间 有档水板 两个洗手盘 下面都是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一样是原吊式的组合柜 座椅在这里 上面是毛巾位 这里有个Shower Stow 然后浴缸 五层 Shower Stow的空间一定会窄些 因为始终有浴缸位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有个花沙头 也有一个可以拿来的Hand-head Shower 毛框玻璃 这边还有个Niche 大家可以放东西或坐 如果放冒浴露或洗头水 可以放这里 这个就是Shower Stow 这边是浴缸的三组水龙头 这也是可以拿出来的花沙头 如果大家浸着浴都想花沙 就可以在这里 首先这个建议 这边是向南的 也有小单位为主 后面是向北的 这些是二楼的单位 都是两房居多的 我们先说两房单位 那两房单位 都是800多尺 700尺左右的两房 在二楼 它们的特色 就会是比较大的后院空间 不是楼坑 就像后院那样 这些向北的 North Facing的两房 大家看到 它们的价格 都是差不多 由130多万开始 Low 1.3 大家预约1.33 左右开始 然后如果有些特色单位 例如职特别大的 后面特别大 可能会再高 这个价钱 也不奇怪 说回一房单位 一房单位 它的价格 大约是800 我觉得我们保守一点 你都预要90头才能买到 因为很多人会买一房单位 发展商还有一些特别的 Micro 2 Junior 2 这些选择不多 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可以再分享给大家 接着我们讲一下 两房 South Facing 中间都夹了一些 South Facing的两房 它们因为没有了观点 所以它们稍为便宜一点 可能是接近8-3万左右 就能买到 但不同的楼层 价位都会有些不同 如果大家想找三房单位 这个项目是很少的 只有一个 就是在二楼向北的这个位置 This is the only one 三房的话 就差不多是接近180多万 好 旁边三房是一个 Amenity's 会所area 这里才开始 再是两房单位 三楼和二楼大致上 设定都很相似 只是没有了三房 多了一房 是向着北边 有机会有少少水的景 所以如果一房向北 我估计可能会有90多 甚至有机会贴近1Million 如果大家想低下预算 可以考虑向南 阳光好一点 就没有了这么漂亮的景 四楼的大部分单位 都会到楼上有roof top 大家可以看职就对 我会把所有的floor plan 和这些价格 全部都会上我的网站 caryquite.com slash kids k-i-t-s 就可以看到所有东西 看看四楼的单位 四楼的话 少一点一房 主要连向南那边 都会有两房的单位 有很多都会连到上面的patio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是去到Penhouse Grandview Collection 例如D13、D14、D15、D15 D123 这些单位 室内面积是大一点的 900尺、D1000尺、D1000尺 D1000尺 这几只积的话 starting price 就去到差不多接近180万 因为它们有Landview 又是大一点的单位 而且亦有roof top garden 好吧 再谈谈Deposit Structure 首先如果大家想买 第一期是10% 7天内比足 下一期是9个月之后5% 再过6个月之后再给5% 整体是20% 因为现在是楼盘最初始的阶段 所以有些细节 例如Stratafee、Foreigner 如果你是海外买家 Deposit Structure 以及开盘之后 会不会有Discount 那些是未出的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盘 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的网站 登记你的E-mail 将来这个盘有什么消息 我都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了 我们现在是到了现场的Site 这条南北向那边的山 就是北边 这条是McDonald Street 然后前面十字路口 这条大马路就是四街 四街都很繁忙 大家可以看到 对面已经有很多 convenience door 有宿泊 有楼 Kesalano Block 就在对面马路的这个Log 现在其实发展商已经围起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过来实地 考察一下它在哪里 拿到来McDonald Gaff 四街就会看到Site 其实售楼中心 都在后面这个Garden的旁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边一路向北 很快 我想走 这里应该是四街 去到最前面 三街 现在一街 那里已经是沙滩 海边的位置 所以大家其实 无论是开车 还是踩单车 还是走路去散步 都是很近的 这个楼盘的正后方 就是这些两层至三层高的独立屋 高高矮矮都有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买到差不多 三楼左右 你已经有点观看了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很安全的观看 就可以考虑到四楼的单位了 那然后呢 那些砖的尺寸是两尺乘四尺 一尺乘两尺 哦 那这些砖是四尺乘四尺 的 那些砖是两尺乘两尺的大砖来的 它的这个Back Splash 都是铺了一大块全块的砖 这里一 这是四英台面 只不过它有块 哦哦哦 好好好 没有了这么漂亮的景 好 这边就是三房的 最后我们看一看四楼 这边没有三房 这边没有三房 对不起 我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我们来准备用过去 对啦 对啦 对啦